暗瘡的成因主要分为几个类别 包括油脂分泌变得比较旺盛 亦是因为毛浪有开口堵塞、角化的现象所影响 亦是与座瘡港菌所诱发的毛浪发炎有关 戴口罩就会令到面部的皮肤比较局促 面部的油脂分泌变得比较旺盛一些 容易令到毛浪开口又堵塞的现象 再夹杂口水、汗水、细菌、皮泻等等 積聚在口罩就会诱发暗瘡形成 一般来说如果口罩每隔三至四个小时就要换一个 但当然如果有骚髒的情况或者起毛粒 我们尽早换了口罩 暗瘡主要分为两个类别 第一个是早期的暗瘡 我们叫做非发炎性的暗瘡 皮肤会出现一些面部 会有一些白头粉刺或者黑头粉刺形成 另外后期的暗瘡属于一些发炎性的暗瘡 面部的皮肤会出现一些休疹、浓瘡、 结节、囊肿等等的情况 通常这类型的暗瘡的发炎 比较严重一些 比较深、比较大 很多时候好之后会有色素的沉淀 或者有暗瘡的凹凸洞巴痕 或者是一些暗瘡喉红引等等的情况 治疗方法就要视乎暗瘡的严重程度而决定 如果是属于轻微的暗瘡 或者是早期的暗瘡 比较多是粉刺的暗瘡 其实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膏来控制 包括外用的维他命A酸药膏 外用的过氧化本 外用的杜娟花酸 或者是外用的抗生素药膏 来控制发炎的情况 但如果属于一个中度的暗瘡 那些农瘡、结节比较严重一些 其实就会用一些口服抗生素治疗 或者是一些口服的避孕药治疗 口服的避孕药就适用于女士 通常我们可以合併一些外用的药膏 去增强那个疗效 如果是属于一些严重的暗瘡 尤其是你吃完口服抗生素之后 没有改善了 又或者你是有广泛的农瘡、结节、浪肿的情况 就应该要尽早看医生了 那么医生会根据情况 可能处方一些叫口服的维他命A酸 来抑制发炎控制病情 那用着A酸期间 是计划怀孕的女士就不适合用了 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的三个月内 就要避免怀孕 否则女士就有机会生一些畸形的BB 一般来说 市民很容易在药房去买到一些外用的药膏 来控制暗瘡 包括是外用的个氧化本 或者是外用的独卷花酸 可以抑制发炎的反应 通常就用在一些程度比较轻微的暗瘡 但是如果你的情况 查完药膏都没有改善了 又或者一开始 暗瘡的严重程度比较厉害 例如很多狼肿 或者很多结节 或者很多浓瘡 其实就应该尽早求意 而不是自己去用药膏去查